哈喽 早上好 我已经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绯城国际花展 已经进来了 哇 走到这个大道上给大家看一下 先转一圈 今天是花展的第一天嘛 本来早上八点钟开门 结果我又稍微起懒了一点 现在已经快九点半了 然后没想到就是外面停车场就已经人潮汹涌 然后里面更是人山人海了 大家感觉今年疫情肯定都憋坏了 然后去年花展是因为疫情取消了吗 因为一般都是在费城的会展中心办的 然后今年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改在了户外 在市中心南部的这个FDR Park里面 屁了一片地 然后前几天我们驱车经过的时候看到就热火朝天的在建设当中 然后今天开幕了 我我有几个非常想去看的项目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 那我就慢慢带大家去逛一逛 好 这就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装置 我现在去排队去了 因为通道很小的样子 这是它的简介 我觉得概念跟最后出来的效果都还蛮棒的吧 就比如说它上面的所有这些小土球呢 都是用一种日本的日本的制作方式叫做台域 Cocodema 然后就是说它不需要一个盆子 而是用这种苔藓的方式包裹着土壤 然后就可以生长一个植物出来 我觉得蛮帅的 看这就是它走进来的一个体验 你看它这里应该用的都是一些美国本土的 小树苗 比如说这个American Horbym 看它的叶子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是马瓜木Tulip 然后这个是Sweet Gun 有很漂亮的秋色叶子 里面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里面的体验就感觉走进了一片很特别的森林 这个是很简单的建筑感吧 我就让我想到那个让Heatherwick Studio很出名的那个 当时中国世博会的那个英国馆种子馆呢 有点那个意思啊 看一下这是今年的这个主题词的一个造景的背后吧 对不起 从右边开始读啊 就是Habitat 这是FDR Park的一个必到景点吧 这个配色我刚刚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我就 但是我们还是来这里的感受一下 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一直看到FDR Park这个亭子的各种照片嘛 我就老有一种错觉你知道吗 我老觉得是那个05版的傲慢与偏见 你知道有一段那个达西跟Elizabeth吵架的那一段呢 下着大雨 然后在一个有这种柱子的亭子里两个人走来走去 我就一直以为在这拍的 我也不知道脑子进了什么水 挺好笑的 然后后来我还专门去查那个拍摄地 在哪里啊 当然那个应该是在英国根本不在这里 这个婆婆的头发好漂亮呀 我也想要有这样的头发 嗯 这样子光打在上面更好看 来把我自己拍进去看拍得到吗 啦啦啦 嗯 大家都 这确实应该算是这个 嗯 花展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一个 一个构筑 因为第一次在户外办嘛 然后这又是FDR Park的一个标志性的亭子 所以在这里做一个这样子的装置 肯定是很多人一定要拍照打卡的地方 诶 看吧 电视台的报道在这里取景 哇 这个简直 这个有点美哦 那要是让我坐在那我会愿意哦 看他 这个构架做的也很漂亮的 上面爬了紫藤 然后下面是下面是这种阴生 这算阴生吧 阴生花园入口 有蕨类 有郁簪 还有这个Panstemon 还有一些 呃 Moss Moss的中文是什么 我脑子突然下不动了 然后 这个配色蛮素的呀 后面还有一些观赏草 哇这个种的好满呀 我的天 哇 用了不少植物呢 看一下 它的概念是什么 你看它的背后 也种了好几棵大树呢 弄了个架子 弄了个花架 所以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哇 哇 这是得了金奖的 确实做的蛮好的啊 哇 这不就是我家的那个洛新铺吗 嘿嘿嘿嘿 其实我感觉它就是做了一个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做的挺不错的一个 嗯 城市尺度的一个小花园吧 城市尺度的一个景观吧 感觉把这些正常步道的铺装都拿过来了 一些红砖的铺装 然后有一些curb 的planter 然后中间 中间这个算是怎么说 感觉是为了展览做的 让它有一个东西可以看 像是一个雕塑 然后那个 那边墙上画了一些画 这个也是我家里有的 Cat Mint 呼呼呼呼 好看吗 这样种一片蛮好看的 嗯 这样看起来它这个installation做的最好的 还是这个冥想区 我称它为冥想区吧 是感觉可以用在自家后院的一个小空间吧 这个粗的柱子跟那边那个细的铁构架 还形成蛮舒服的一种 算什么对照还怎么样 看起来蛮好看的 木头对着铁 这种材质的对比也蛮好看的 得金奖也是有它的理由的啊 这边走的时候漏掉了一些 这个花镜感觉 比较像是我们景观设计师会做的这种作品吧 就会有一个drift 一片的这种同一个品种 制造一个更大面积的一种颜色效果 但不知道中间这些架子 是它能制造更大更多的一种空间感吧 但如果能盘满一些植物就更好了 当然花一盏吧 搞得很快 我觉得也可能很难能达到这种 摊原植物的效果 所以就将就想象一下吧 脑子里自己想象一下吧 这个微地形 包括这个小波浪的小镜 还是做的不错的 还是不错啊 这边用了些salvia 然后用了很多臭精凤 还有这个软软 然后一些鸭肉 一些开着正在开花的鸭肉 那个脑子突然一下 到什么来着 这很tough的很容易掌握 我忘记了 它这边主要都是一些 蓝色的官叶植物配一些 银黄色啊 然后蓝色的花朵 它不错啊 然后做了一些微地形 对吧 这样一个小土坡 这样松起来 但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会觉得比较给我一些灵感 我也会喜欢吧 看到一个 大型花艺作品 叫做 Designer's Habitat 这个颜色也是相当之艳丽了 你看蓝色跟紫色不用好 不搭配好的话 就是怎么说呢 热带风情过于浓厚 我不想要这个是我的habitat 我的天 我还在消化这个配色 我还在消化这个配色 但是这个蛮有趣的 你看这个 编织的这个页条 我在Instagram上 关注了一些 东南亚的那种artist吧 花艺师 就把这种记忆发挥到极致 蛮好看的 对不对 是一种传统手工衣啊 这边这个配色看的正常多了 而且比较自然一点 来看一下 这是这一次设计 我自己获得了 赢奖的一个作品 来自 纽约的一个设计师 叫做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在讲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说 任何一小寸的天地 都是一个小小的 栖息地 好吧 感觉是那种 四两拨千斤的那种项目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这个 Pine Straw Mouch 这是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材料 因为听到一个设计师说到 东南亚很多五星级的酒店 每天都会在迎宾的那条路上 换最新鲜的这种松针 就是这个Pine Straw Mouch 然后我在 我在Santa Clear的那个Cartflower Garden 也踩到了这个松针 哇 脚感相当之好 就是 没想到长绿的树 还有这样子的用法 它应该也是可以给这些树 土啊 保温保湿什么之类的 还防止长一些杂草 应该算是很生态的一种处理方式 蛮有趣的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我们走到房子里面去看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籃子的 你知籃子的 是主要是金色的 所以这就是 叫做Humelo 好难相信 很抗旱 看这个玉兰 这个花都已经枯掉了 移过来之后应该受了不少的stress 它蛮有趣的 所以我正在想 正想问它这个种植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它说是被高线公园的那个 高线公园的种植所起发的 高线公园确实就有好几株这种很特别的玉兰树 它的叶子跟花都巨大无比 然后它的枝条也有比较矮的 所以当它长得很大的时候 还是可以跟人有一种比较亲近的距离吧 蛮有趣的 哇 来看一下这个大型竹构架吧 做了挺大的一个两亭子呢 我的天 想到那种DIY的密封的巢你知道吗 它的idea又是什么呢 好多人拍照呀 咱们走这边 哇 这个彩虹的伞 太亮了吧 这个老爷爷 他买了一颗小苗 插在包里 可爱 哇 这个 这个是挺精密的 让我想到那个魏妍武在北京长城下设计的那个主屋 这感觉是一个迷你的版本啊 也是感觉是一个小器跟 那个叫什么 冥想 哇 看到了一个有点恐怖的东西 给你们看 看那个水里 有两颗人头 他们应该是泡在水里享受吧 身体应该在水下吧 Let's put it that way 所以这是一个来自波特兰的设计师 Dancing with nature 这个也是得了金奖的一个作品 蛮简单的一个概念 做的也蛮简单的 就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主构架 我说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 稍微有一点这种遮蔽哦 就带给人一种 比较安全啊 然后可以 凉些的这么一个感受 蛮舒服的 虽然水里的人头有点吓人 哈哈哈 有趣有趣 The Wild Garden 宾州本地的设计师 如果我家后院有这一片 有这么一片地 可以弄这么漂亮的一个 对吧 这种整石 这算整石吗 就自然石头的台阶 然后慢慢走到一个 Picnic的大桌子 哇 我也会很开心啊 然后周边种满了树树花花 哇塞 快看 这就是未来的我家后院 哈哈哈 喜欢吗 哈哈哈 这是最开始进门很多人排队进去拍照的 一个小屋子 有很多的空气凤梨 有很多的猫子 台显 哦 终于想起来那个字的台显 还有很多干花类的 小雕塑吧 看一下 转过来 哇 蛮有趣的 房子都被挖空了 但是变成了这种 植物的感觉 是来自马里兰州的设计师 是来自马里兰州的设计师 华里兰州的教育机构设计 一起设计的 叫habitats reclaimed ok 看到一个有趣的 用一个竹构造 模仿在雨季 对吧 潮湿季节在草中生活的这些萤火虫 fireflies 用了大概五到六根的竹子 把它搭在一起 然后把它的头 切成这种像烟花一样绽放的效果 是想模仿萤火虫吹来飞去的 这种很动感的效果吧 我想到国内的花展不是这点 好像都在办一些主意的构造比赛吗 这个当然也是不能体验了 只是一个雕塑 只能这样看 竹蜻蜓 竹蜻蜓旁边的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它的这个概念也是根据 我们这一年多疫情 宅在家的一个经历 浓缩出来的一个植物加建筑的一个展品吧 蛮漂亮的很多人过来拍照 他不知道在哪逃到的这个 这个算什么 一个老式的小温室还是怎么样 还蛮有那种工业感的 不知道以前是拿来干什么的 像是一个迷你的人们住的地方吧 然后又放了很多其他的好看的奇花异草 象征着大家收集在住处的各种东西 那还有个麦克风 是要开KTV了吗 这个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展呀 看一下我看到这个Greenhouse 好像是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英国的品牌怎么样 好吧这个概念也没有说什么 主要是漂亮吧 所以大家都在拍照 让我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好像更多的解释 是不是在讲这个Greenhouse呢 我猜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个 就是大牛的园丁们都拥有的 同一个牌子的Greenhouse 我也想有一个 不过里面的那个 里面的兰花是真的好看呀 你看这个紫色的 我从来没见过 哇塞有点漂亮哦 不知道它香不香 这边还有一些 好漂亮呀 我可以live with它吗 我可以跟它们生活在一起啊 也太漂亮了吧 然后外面的景观做的也比较素 比较耐看 用了一些 这个应该是某种Pine吧 然后这采采草没怎么长起来 樊根 樊根用了两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有一些Hosta在后面 都是一些阴生的经典品种 在家里都可以用起来的 比较素 这还种了一些杜鹃 我的天啊 你能想象吗 这都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紧急搭建起来的 我的天 不知道这些植物 发展之后会去到那 哇 可惜这个不能进去啊 不过确实太小了 不适合公众进去 我感觉会 因为兰花应该会被揉宁死 哈哈哈 真的好漂亮呀 哇那还有一个 看到没那个 紫色的 从来没看到我 漂亮 我也想拥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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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Green House 嘿嘿 走到它这个小展示厅来 它这是模仿一个简单的家里的情况 然后相当于 说植物可以作为 植物可以作为家里的装饰吧 然后想说啊是啊 如果有人帮我打理的话 我当然愿意都用植物啊 哈哈哈 啊 好了来看一下啊 哦这些可爱的兰花 哇我是没有一次性看到过这么多的兰花 因为我也没有专门去看过兰花展吧 蛮漂亮的 哇 这些我确实是会想要拥有的 看一下这边 哇那边还有个鱼池 你看做的这个 像做了一个雕塑一样 放在茶几中间 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鱼缸 里面有些彩玉树枝的 好漂亮 还有些水生的兰花 蛮特别的 哇但重要的不是看鱼 是里面的水生植物吧 好了 这儿我们来到一块百合天堂 百合极井园 有点帅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介绍啊 因为我也最近刚刚开始养百合 那它就介绍了百合这个鼠的九种分支 看一下 那第二种 马特杠莉莉 我们在Monks Garden那一集介绍过 有用到一些应该是什么 欧洲的百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欧洲的品种 欧洲的品种 好像就是 欧洲里应该是亚洲那边来的品种吧 哦对 Japan Origin High Frequency 这是我最近买到了 种在我们家前门的那个 刚刚发出小牙 哈哈 然后比较有趣的 你看最后这个写 day lilies water lilies lily of the valley are not true lilies 哈哈哈 它们都不是真的百合 真的百合类 day lilies 确实长的是 也是我们在Monks Garden那集提到的 它们有用在 零下种植的 是跟lily是长得非常像了 lily in the history 百合真的跟玫瑰一样 是受全世界人民喜爱的一种花卉 然后我是最近才 渐渐开始 体会它的美 啊我种的那个lily好像就是它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名牌 有点激动 突然就激动了 诶好像没有名牌 why 我种的那个叫啥我都忘记了 那好像说的也是一种 亚洲的品种 诶给你们看一段 诶真的没有名牌 诶只有靠我记忆了 诶这样哇 这样子看的 帅的 就我买的就是这种 它会有点长得不像百合 然后它也没有中间的那个花蕊 所以它不会把衣服啊 什么被单弄脏什么之类的 据说是香味很浓郁 我闻一下 可能还没有完全打开 我是闻到一点淡淡的就是经典的百合香味了 然后你看这一朵 它跟那些绿色的郁金香一样 然后会稍微有一点这种绿色的中筋在这里 就很特别 我感觉很优雅的一个品种 要是我家能长得这样 开心死了 我家现在的那个小牙 可能现在就大概 这么一点点 而且我只有三颗 给它一些时间吧 提到的花蕊 喜欢百合的朋友应该很 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这种黄色到褐色的花蕊 它的吊色问题还比较严重 所以一般卖花的都会把它给掐掉 现在进到这个大的Greenhouse里面来了 哇是不是很吵 因为那风机在排气 看一下这里展览的什么呢 Striking Beauty 好了 哇这个好有趣啊 这是那些Picture Plants Picture Plants Picture Plants的中文是什么 我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 我们之前还介绍过的 我们之前在哪一期还介绍过的 在拉丁宁那一期 好吧 我突然不记得 等一下 瓶子炒 对瓶子炒 瓶子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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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翘蛇也不溜了 天哪 你看它们正在开花 好可爱哦 你看不同的 有绿色的 还有这种偏黄色的 然后花都开的不一样 还有这种白色的 好有趣哦 你看还有后面 后面还有花开的还要不一样的 嗯 现在需要很潮湿的环境 因为在家里的话 打理起来 在家里的话 打理起来应该比较麻烦 哎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品种 Where's the Mericordus 哇这个好漂亮啊 这好像跟上次咱们在Longwood 介绍的那个还不一样 它的那个花 完全是像蝴蝶一样 好漂亮啊 还有这些迷你的小温室 Lives under glasses 好可爱哦 像是一个迷你的热带森林一样 这些小房子也特别可爱 感觉工艺很精凉的样子 我已经出来了 我没有看完 那个Great House 太热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块 应该是饮食的区域 大家都在买吃的 哇 踩上去就跟 那种含了水的鸡碗泡沫眼 我的天 天呐我的巧克力拿出来 被太阳晒一下就要化了 化了化了化了 昨天就是下暴雨 然后后来晚上突然下天晴了 今天天气好像不错的 嗯 就 没有特别热 但中午预计可能要到什么34度 我会有点害怕 感觉赶快逛一逛我要回家了 OK我们戴上口罩继续去逛 这就是参展的一些商家吧 那这就是你看所有这些商家的大道 这还有好多 这些每一个小帐篷都是一个不同的商家 想绕到那边去吧 好吧看到卖植物的又走不动路了 我们来看一眼 又是不同颜色的帆根 Corebells 有点想拥有呢 不过我也不急着要 这我家也有的那个气球花 是不是很可爱 它会先骨葬成这样子的小气球 像一个花苞 然后再这样打开 我家的那个薰衣草长的一样 长得张牙舞爪的 张牙舞爪的 哇今天的普通话是怎么样 哇这又是卖这种小植物的 好可爱 哇 多肉应该挺受欢迎的 你看有这个 哇你看有这么小的 好迷你呀 显得我手指更粗了 哇它好软啊 可爱 然后这个里面是应该改造成的 成为一个临时的餐厅吧 然后餐厅这边的围墙上呢 是这些 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蛮有趣的 然后这是一条 都是设计屋顶花园的 咪咪小的屋顶花园 这个大概有多少 我感觉跟我家差不多吧 但它是一个 方形 有没有十平米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每一个设计都不太一样 这一个 这个感觉很有民族风情 哇 还有自制的小空拳 哈哈 Pocket Garden口袋小公园 这还真的是 这真的是很口袋了 这边这个 屋顶花园 不错啊 哎呦 种植池围起来 可以种蔬菜 然后中间有这么一个舒服的 at around that chair 蛮好的 啊 这边 这一个是有一个小亭子 小亭子上面还有一个 鲸鱼做的风向标 哈哈哈哈 请问这个小亭子要拿来干嘛呢 啊 这个 哇 还做了一个女女的小草坪 哈哈 哦 这个是 要养蜂的 养蜜蜂的一个屋顶花园 所以它种满了这种 Pollinator Friendly的这些花吧 哇 蛮漂亮的 哇 我来镜拍一下这个花 有 看 臭金凤 矮千牛 还有大栗花 颜色是相当之艳丽了 哈哈 这个颜色符合我的胃口啊 那是一个什么 这些花大部分我都有 是一个薰草 对它婆婆 这边的软软 我喜欢这个配色也是我的菜 哇 这厉害 搞了一个迷你的小水池 在这个 在这个屋顶花园上 哇 可以 要记得把防水做好哦 哈哈哈哈 大家除草机器人 向我们走来 好呆啊 小房子 老奶奶们可喜欢了 觉得很鲜艳 很可爱 完全用了对比色 我的天 五配黄 你看这小桥小汁汤 做的还蛮精细的 我的天 还有水葫芦在里面呢 可以啊 这个小袋边边还给它围了一圈花 可惜不能进去 应该可以进去 我scale会有点奇怪 这什么好像是什么中学生做的 也是讨论一些 环境友好议题吧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个 美国花园之都的小护照的话 一定要来领一个 或者去任何一个 30家花园之中领一个 我今天忘记带我的了 但这个就是 你看这个中间就是费城市中心 三十多家公共花园可以去探索 然后都可以得到他们敲的那个特殊的章 盖在你的护照上面 然后那个小护照上有各个花园的介绍啊 地址啊什么的 然后你看它这里就有一个免费发放的点 但你在每个公园也可以拿到的 哇这个arch蛮牛逼的 它既是一个什么espalier 然后又把那棵树做成了一个拱门吧 哇 但我特别喜欢到上面的这句话 这也是我这一年来很大的一个体会 它叫 The real voyage of discovery consists of not in seeking new landscapes but in having new eyes 这人绝了 这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体会 让我在费城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但今年去看植物去各种花园深度游 我感觉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费城 其实这些地方我也都不是第一次去了 再仔细看这个树 哈哈 这个经典的做成这种平板树的 这应该是那个cadernary pears吧 看它它那个花的味道 不敢苟通不敢苟通 又看到了这个漂亮的green house 啊我想要的green house 漂不漂亮 快看 这是 银花果 咪咪小的多肉们 好可爱 这个就很像屁股的这个 哦 太可爱了 找一下有没有开花的 发现了一盆种在外面的生菜 又可以吃又好看 多好 刚刚有个老爷爷对我的那个稳定器感兴趣 这一组的植物种的也还不错呢 那又看到一个平板树 那又看到一个平板树 espellier 不知道中文正确的翻译是什么 快看 哇 这树变这样 然后整个就是平的 然后它上面长一些梨子什么的就好采摘 你知道吗 还可以靠着一个建筑物这样把它弄起来 看到了一个亮瞎眼睛的展品 我本来以为是一个 人家在那个放一些杂物的杂物间 结果并不是呢 它那个烟囱加这个窗子 做了一些特殊的蕾丝设计 干燥的蕨类跟花 然后染过色的 蛮好看的 看一下它的介绍 The Print House 南非那个很有名的 由一个中小学校的教学楼 现在改造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一栋楼 我爸有很多小Business 我们去那里看过一个 so this i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ome of the artists over at Bach yes and we made a functioning print house so we have the Riso printer inside and we have some free posters that we printed on that oh nice and the Riso you can take one if you'd like thank you 然后我想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什么 婚礼布置啊 哎呀我的妈这个配色 嗯 虽然也是蓝紫色为主吧 但但 有点过于 嗯 有点像中了朵 乡村田园版的爱丽丝环游仙境 看 叫做Tea Time with Alice 与爱丽丝的下午茶 哈哈哈 好一棵蛋巢 货比人还要小的某种生物的小家园 我们的多肉植物是他们的小菜 哈哈哈太可爱了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小池塘 树是他们的家 哎 它长这样 好呆啊 啊好了我这一区又要快灌完了 哇 听着悠闲的音乐 看着惬意的人们 呵呵 站在一个糕点 给大家环绕一下 大家都还是蛮惬意的 你看到那个结构了吗 那是我刚开始过来的地方 我们可能差不多要走完了 稳定器都拆了有点抖啊不好意思 今年的花展就这样了 我逛了大概 我看9点过 现在是12点过 三个小时吧 半天 如果再坐着吃吃东西休息一下的话 应该还可以再久一点 我的手机已经超级烫了 然后现在已经是三十几度了 有点热了 我要赶快回家躲着了 哈哈哈 我觉得这次也就是 意料中吧 没有说非常 非常惊喜或者怎么样 但我感觉对普通的民众来说 是一个就是看热闹的地方了 这个花展还会拍一周多吧 如果大家在费城附近想要来玩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晒咯 还要观测一下天气 看会不会下雨 带足一些防蚊液啊 防晒霜 雨伞啊 水啊什么之类的 好了那我们就在这个门口的地方 跟大家说再见吧 这是他们的大logo OK 费城2021年国际发展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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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